咱们学校里有没有星巴克呀 因为从小在海外养成的习惯 我每天必须喝一杯冰美食 其他牌子我喝不惯 还有我这188的身高 躺宿舍的床会不会太挤呀 新生群里一个男生 突然用油腻的气泡音发了一段语音 热闹的大群瞬间寂静无声 三分钟后某位勇士仗义之言 学校没有星巴克 星巴克太low了 冰美食什么的我们都拿来泡脚吧 别担心 宿舍的床板2米5 你长得还没有我们山东大葱高 肯定躺不开 临近开学 我们的新生群变得热闹了起来 有问宿舍的 有问餐厅的 有问教学设施的 一会不点开看 就能有久久家的消息 我从不在任何大群里主动发言 所以一直都是默默潜水 然后记下学长学姐的一些建议 正当大家都在激烈讨论的时候 一个男生突然发了一条语音 这条语音在满屏的文字里 显得很是突兀 可能因为彼此不熟悉 所以大家一直都是打字交流 因此这也是大群里的第一条语音 语音发出后热闹的大群 一瞬间寂静无声 这男的说什么了 威力这么大 我好奇地点开 然后一段油腻的气泡音 通过耳机清晰的传来 咱们学校里有没有新马克雅 因为从小在海外养成的习惯 我每天必须喝一杯冰美食 不喝着吃不下去饭 其他牌子我喝不惯 对了 咱们学校附近的消费水平高吗 我爸说一个月给我三万 会不会不太够啊 还有啊 咱学校的床版多大呀 我这188的身高 躺下去会不会太挤了 短短一分钟的语音 让我无语了三次 怪不得群里安静如鸡 原来都被晒干了沉默 我勒个逗 这到底是哪里来的装逼哥 正当我默默吐槽的时候 群里弹出了几条匿名消息 学校里没有星巴克 星巴克太low了 冰美食什么的 我们都拿来泡脚的 学校附近消费不高 但三万有点少 可能吃个酱香饼就没了吧 还有咱们学校床版两米五 我们都吃山东大葱长大的 人均两米二 188还没冲高 肯定躺得开 你放心吧 哈哈哈 一瞬间就给我消暴妇了 我的互联网嘴屁 一时间群里满屏的 哈哈哈 逼哥沉默了 就在此时 一个顶着纯粉色卡哇伊 高呼动漫女头的女生发言了 粉嫩又冰冰的聊天气泡里 闪烁着几个七彩大字 学长学校能用美刀支付吗 群里面再一次陷入了沉默 只有那几个荧光大字 在不停地闪烁 他的美感是那么的不顾扁死活 我勒个逗逗 这又是哪里来的装逼姐 果然沃龙凤厨是同时出现的 逼哥此时又活跃了起来 学长同问 美刀姐一见 有人跟她问了同样的问题 瞬间激动了 刷刷刷又是几条消息 粉色气泡闪得人眼睛疼 我家里公司在这 刚从US回来 也不知道我的LV床单会不会大了点 这可是我妈妈从米兰 突然买回来的呢 然后美刀姐和逼哥 就LV床单这一问题 在群里旁路无人的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好家伙这俩人一分钟装了800B 有了刚才B哥的洗礼 这回群里沉默的时间略短 然后就有人回到 学校里不能用美刀 不过要是你想可以用菜刀 底下又弹出几条消息 可以用原始 点券也可以 怎么我蛋壁不配用吗 闪开 多不如我的QB 哈哈哈哈 用魔法打扮魔法 都是人才 我抱着手机笑得肚子疼 哎呀 我对国内的制服方式 又死不太熟练了 刚回国 对国内的environment还比较strange 请大家多多包涵响哟 美刀姐又能把人家死的声音 发了两条语音 但上翘的尾音 让我起立一身的鸡皮疙瘩 头一次听见这种中英文夹杂的说话方式 我不understand 把我大受shock 曲里的嘴T们 可能又一次被美刀姐震惊到了 然后纷纷刷起了屏 我晒干了 silence 你这英语说的我 弯愣弯愣的 真不知道你们在说what 我真是one head of water 更离谱的是 有人直接来的文言文 陈胜者 985人也 ATA社 无广者 211人也 AKA书 陈胜少时 常与人作Pree 错Pree直笼上 N9之 约 狗财务自由 无相忘 Cohor笑儿应约 若为普罗 何财务自由也 陈胜太息约 接呼 燕雀安科洪湖至至灾 20元年July 发履佐transfer数于羊 0.9K人同大则乡 陈胜吴广 接次当行 为Leaders 会天大雨 道不通 不已是DDL 师队伍 法接斩 陈胜吴广乃谋 金王一死 举大几一死 等死 死国可呼 陈胜曰 天下苦勤 迫使久矣 无闻二十若基矣 不当立 当立者乃大老扶苏 哦 看来我们群若骨藏龙啊 此言一出 水语争风 连美刀姐和逼哥 似乎都被震慑住了 短时间内 再没有发表逆天言论 正当我看够了退出的时候 一条好友申请谈了出来 备注 学妹好 我是计算机系的学长 计算机系 看来是我的直系学长 正好我也有些 关于学校里的事 想咨询一下学长 于是就点了同意 刚通过 我发了个表情包打招呼 学长也回了一个 我打字 学长 我想问你的事 学长秒回 好 我没对象 我不禁感叹 学长还怪热情嘞 等等 她在说什么屁话 我直言 谁问你了 学长可能没见过 这么耿直的女孩 一时尬在当场 半天没有回消息 然后突然发了一张她的照片 没穿上衣 在镜头前摆出了 油腻的自信表情 附带了一个羞涩的笑脸 学妹悄悄给你看我的照片 别发给别人 我不好看 无脸 我面无表情的秒回 确实 撤了吧 然后直接删了 反正我没改名 她也不知道我是谁 况且这种一看就心思不纯的学长 留着也没用 还拉了我的眼睛 麦艾斯 美刀姐和逼哥 昨天消停了一晚上 今天一早 又在群里就从小在海外长大这话题 聊得热火朝天 期间不乏各种撩骚和打情骂俏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俩谈上了呢 突然美刀姐发了一张 自己穿着JK制服 小皮鞋的对镜拍 然后发了一条语音 鉴于她的声音能把人加死 我没敢点开 直接语音转换了 只见美刀姐说 学长军训能不能穿小皮鞋呀 我大惊 大傻春 你要干什么 来人 把这个智障给我插出去 真受不了了 她该不会以为自己很可爱吧 一时间群内压屈无声 然后有人发了个地铁老人 看手机的表情 很好 我的脸屁 伴上管理员才发了条群公告 请大家不要在群内 问一些酱质的问题 有兴趣 可以自己建个群讨论 很好 我的嘴涕 我满意了 我舒坦了 结果书心的气还没探出一半 美刀姐又发话了 可是人家真的很喜欢穿小皮鞋呀喵 喵完了又发了几张不同角度的自拍 磨皮绿镜把鼻孔都快磨没了 照片配文 今天是小美 目标迷倒小帅 管理员直接火了 不是老铁你不验自然啊 说是小美 每张照片批的都不一样 小鹰都没你百遍 长得跟合手无的根似的 你再说啊 要我报警了呀 这是有个学姐出来打人场 就是学妹 学姐离境一个爱美之心 但是军训是不可以穿小皮鞋的哦 会对你的脚造成很大负担 而且也明确规定了 要穿统一下发的军训鞋 军训完就可以穿你爱的小皮鞋了 谁知每刀姐压根没理学姐 只是一个近的艾特管理员 学长你这么凶干嘛呀 我知道错了吗学长 学长你说话好伤人哦 我要碎了 你能抱抱我吗 学长我真的很不开心 管理员回了去 不开心你就去送啊 一直爱我干什么 扑哈哈哈哈 这回是真的蹦不住了 这管理员太好玩了 哈哈 我一口饭差点喷出来 抱着手机笑了半天 我妈见我不吃饭 就抱着个手机傻乐 眉毛一束扬声道 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 也不操心一下开学的事 你干脆住手机里得了 谁说我没操心呢 我这不正看着了吗 那你知道你在哪个宿舍吗 呃 我一时卡壳 这我还真不知道 于是我登陆进入迎新网 查看自己所在的宿舍 我在三号女生公寓 二百零八三床 设有是徐芷欣 思辰和胡锡月 胡锡月 这不是那个美刀姐吗 我怎么会和她分到一个宿舍啊 不敢想象和她一起的宿舍 生活会是多么的五彩分成 我在心里叹口气 对未来的大学生活很是担忧 这个消息宛若晴天霹雳 对于我这只在七夕饱受折磨的单身狗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 我烦躁地把手机扔到一边 然后逮着我家咪咪一顿狂吸 啊我的咪咪 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啊 咪咪咪嫌弃地挣脱了我的熊豹 优雅地舔了舔爪子 手机又开始震动不停 我捞过来一看 或 原来是逼哥又开始整活了 今天七夕 你的家我 一人五十 发光为止 先到先得 你们不要喊我少爷 虽然我爸是做生意的 他的那些客户 每次看到我都喊少爷 从小喊到大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别人用这个喊我 因为我总感觉人和人是平等的 讲这个总大一点 我觉得有点别人 又发了一张 自己手握奔驰方向盘的照片 不是 这俩人咋还天天的这么有节目呢 我无语 就退了出去 刚退出去 就刷了盘出了好几条消息 都是逼哥在骂人 他怎么突然破房了 我好奇了又点进去一看 原来上面有人发一条消息 他说 哥哥你水印旺去了 我点开照片放大一看 右下角明晃晃地摆着 A乘汽车大世界几个大字 好家伙 我这替人尴尬的毛病又犯了 显然逼哥也很尴尬 尴尬过后就直接恼羞成怒 不嫌便宜 还叫别人穷鬼 这得多自卑 才能把一个顶多三十多万的车 说得跟全球限量的豪车一样了 我撇撇嘴 再一次对逼哥感到深深地无语 见逼哥跳脚了 那男生又回了一句 太有实力了哥 加油 多到几张 你还年轻 未来可欺 逼哥被这句话欺得再一次跳脚 在群里疯狂输出 可这次完全没人理他 惨遭打脸的逼哥 从此在群里不再发言 我可惜的叹口气 哎 下饭节目少一个 后到做事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懂不懂 我深以为然 毕竟逼哥的例子就摆在我面前 结果最后还是被绝强的我爸 用一辆烧低调的阿斯顿马丁 自高头送去了学校 我和我妈 论二人女儿有个一人老爸 是什么体验 报道那天人非常多 我坐在车里 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注视 这么多人 隔着玻璃我的受孔都要犯了 而我爸则兴奋得不得了 一一看爸爸给你挣足了面子 我们一一要去上大学咯 路人的注视 我爸的兴奋计 我不忍直视地低下头 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我妈无奈地拍了我爸一下 收连点 今天一一第一次去学校呢 我爸笑道 知道了知道了 因为我的东西很少 所以进校时 挽拒了学长学姐的帮助 推门进去时 宿舍里已经坐了一个女孩 一见我们进来 就站起来微笑道 叔叔阿姨好 我叫徐志欣 是夜十一的室友 徐志欣长得白白净净 穿了一身普通的T恤牛仔铺 看起来很是田径乖巧 透着一股子学霸气息 我朝徐志欣回了个微笑 心里对大学生活的期待只加一 我妈最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子了 她一屁股挤开我 亲热地走上前去 被挤到一边去的我 那我走 哎呦我的好孩子 长得真乖又有礼貌 真是便宜了补迷一一 等等妈你在说什么 怎么说得跟找媳妇一样 我铁直 我惊恐地看向我妈 这见徐志欣看着 有我一脸的震惊 眼神中似乎还包含着理解与支持 甚至还有点羞涩 不是老铁你先别羞涩 先让我震惊一会儿 我看着她摇摇头 露出了一个尴尬的微笑 不知道她懂没懂我的意思 反正眼中的羞涩是没了 那边我妈还在跟我 是有热情的交谈 这边我爸已经上床去 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躲床了 看着我爸的屁股 在我头顶上晃来晃去 扑得满头大汗 还没扑出个所以然的时候 我憋不住笑了 因为特效过道理 撅着屁股给同学讲题的数学老师 一点也没平常生意场上的正经严肃 最后我无奈地把我爸 我妈都退出宿舍 你们快去和技术处打招呼吧 滚管我 我自己收拾 我爸和我妈一人拉着我一只手 申请道 要照顾好自己 常回家看看 我失笑 出门左转就是咱家 到学校家里 WiFi还连着 说得跟千里送别似的 我没夸张 我家就在学校左边的那片别墅区区 临走前 我妈和我爸又郑重地说 一一 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和爸妈说 我们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好 我笑着硬下 才挥手送别 回到宿舍时 又进来了一位新摄友 见我进来他只是微微一汗手 司层 一夜十一 我愣了一下 赶紧回到 愣神的原因 是因为司层真的太漂亮了 是我现实生活中 见到最完美的人 甚至连我这个从小到大 与颜知福 或各个年龄段人放心的人 都不得不承认 司层比我还要漂亮几分 司层的身边围着几个人 穿着捅衣的制服 正忙前忙后地 为他收拾东西铺床单 司层只是淡淡地站在一边看着 好像对此以习义为常 我和徐止心互相对视一眼 面上都是震惊 这是哪家的大小姐 出来体验生活了呀 看着衣服的质感 看着头发的光泽 看着淡然又不是自信的气质 我再次对我妈说的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表示深深的赞同 司层带来的人 三下五除二 把所有东西布置得整整齐齐 临走前说了一句 小姐有任何事情都请联系我 司层淡淡地恩了一声 就关上门 坐到了自己的桌前 第一次见面略有些尴尬 我提醒大家先做下自我介绍 徐止心说他来自南方的一个小县城 父母都是农民 司层说他来自北京 家里是做生意的 见司层这么说 我心里越发认同越有实力的人 就越是低调 于是我便把家里在云城开连锁酒店 说城市开饭店 酒店里包含豪华饭店 说城市饭店也完全没毛病 要低调 我回忆着我妈来之前对我的告诫 正当气氛比较活跃的时候 宿舍门被砰的一声撞开了 一个浓妆艳抹 全身衣服都是大牌logo的女生 站在门口打烊的宿舍 嫌弃地说 这什么破宿舍 又小又挤的 又转头对旁边吃笑道 学姐们是没吃饱饭吗 怎么搬得这么慢啊 我向旁边一看 才发现有两个穿着志愿者红马甲的学姐 气喘吁吁的脱离一堆行李 筋疲力尽地靠在门口 把行李放进宿舍后 两个学姐愤怒地瞪了 站在门口的女生一眼就走了 那女生进来之后 踢了一脚地上的行李生气地说 什么服务态度啊 感情你还真把人学姐当贴身女仆了呀 我在心里默默吐槽道 现在我们宿舍只剩胡锡悦没来 但是这个女生怎么看 都不像银新网和胡锡悦 发在群里的照片啊 是不是走错了 正当我疑惑间 一低头就看见了 她的行李箱上 贴着一个大大的粉色标签 胡锡悦的可爱想象 她是胡锡悦 我震惊了半天说不出话 李家的女生和照片上的美女 除了性别一样 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是有人拿着照片 去她家门口抓她 结果看到她本人都要问一句 你认识照片上这人妈的程度 震惊归震惊 该有的礼貌还是要有的 看着我对面的女生 我率先举起手打个招呼 你好呀 我叫夜十一 不知道胡锡悦是没听到 还是听到了装聋 她眼皮都没掀一下 更别说回应我 仍旧自顾自地收拾着行李 我举起的手 尴尬地停在了半空 然后又放了下来 这时徐智欣走过去 捡起胡锡悦掉在地上的娃娃 想递给她 你好 我叫徐 放下 一声力喝 吓得徐智欣瞬间禁声 拿着胡锡悦的娃娃 呆呆地站在原地 手足无措 别用你的脏手 随便碰别人的东西 弄坏了你赔得起吗 胡锡悦劈手把娃娃 从徐智欣手里夺了过来 还一脸嫌恶地拍了两下 徐智欣脸颊顷刻就红了 眼中也泛起了点点泪光 估计是被胡锡悦羞辱的 但是他什么也没说 默默坐回了自己的椅子 宿舍里的气氛 一时间变得非常僵硬 只听见四层短错的冷笑名声 眼看着徐智欣要哭出来 我赶紧走过去 递给他一张纸巾 徐智欣抬头看着我 眼眶红红的 我只是想帮他捡起来 我知道 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 胡锡悦收拾完了 就躺在床上玩手机 并用长长的美甲 不停地敲着手机壳 好像要故意引人住屋似的 可惜没人搭理他 他敲了一会儿又猛地站起来 静止走到四层旁边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喂 帮我拍个照 我要发朋友圈 四层没动 甚至头都没偏一下 喂 你聋了呀 别人讲话装听不见 你不也装听不见 还好意思说别人 我在心里付匪道 胡锡悦说着 用一次伸手去拍四层 但被他微微一闪身躲开了 你哪歪 四层不耐烦地转过头 冷眼直视胡锡悦 你 胡锡悦卡了一下 似乎也被四层的长相惊艳了一瞬 接着又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露出了了然的表情 傲然道 胡锡悦 帮我拍张照 全身的 要把我的腰部曲线拍出来 你用过苹果手机拍照没 我这可是最新款的iPhone14 Pro Max 拍的时候小心点 也算让你提前体验一下 他露出了一副 暧昧又隐含轻蔑的表情 小逼大妆 四层冷吃一声偏过头去 一个眼神都懒得被胡锡悦 没逼硬装 我翻看着手中的书 也轻笑了一声 你们什么意思啊 胡锡悦一下子怒了 立马转身瞪着我 然后又弯了四层一眼 字面一死 我又翻了一页 闲闲的说 胡锡悦愤的盯了我好一会 突然笑了 行 现在就让你们先嚣张一会儿 后面我们再走个桥 说完他又拿着手机 走到徐志心面前 对 你来帮我拍 徐 呃 徐同学 这回胡锡悦露出了一个 自认为善意的微笑 似是对不知道 徐志心名字的抱歉 殊不知他的假笑里 满满都是不屑于嫌弃 却还故作平易近人 就像赤骂徐志心的人 不是他一样 我不想 出乎胡锡悦的意料 徐志心拒绝了 声音虽小 但表达的意思却很清晰 比你脸了是吗 让你们这种吓的人 对我拍照都是你的荣幸 胡锡悦大喊 脸上的假笑立刻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不可置信的愤怒 被他所嫌恶 所轻视的人拒绝的愤怒 眼看着他的高高扬起的巴掌 就要落到徐志心的脸上 我立马起身抓住他的手腕 把徐志心挡在身后 然后向旁边狠狠一甩 吓等人 那你自认为是上等人 不过是家里有两个臭钱的爆发户 别把你原来的霸凌带到这里来 被甩到一边站立不稳的胡锡悦 脸上露出了惊异的表情 接着又立马恢复成之前的亲密 你再警告我呀 大善人 他盯着我缓缓站至身子 又不屑地环视了我们三人一眼 两个穷逼 一个二奶 难道不是下等人吗 二奶 难怪他之前看着四层的时候 露出了恶心的暧昧表情 还说让他提前体验一下 原来是把他当成了被包养的拜金影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我正要吃到 可真是粪坑里的石头 看什么都是臭的 是你被包过呀 还是你爹包过 这么有经验 四层这回完全转了过来 一脸讽刺地看着胡锡悦 眼底却是冰冷的寒意 你 胡锡悦愤恨地瞪着四层 又撂下了一句狠话 别以为 你们今天仗着人多势众 就能得意多久 后面我们再走着瞧 这话你今天已经说两遍了 我一脸无语 胡锡悦一夜 随即重重摔门而去 扑吃 我忍不住笑了一声 四层和徐止心 都转头诧异地看着我 你们不觉得他放狠话 然后落花而逃的样子 特别像灰太郎吗 是 是有点 徐止心吸吸鼻子 小声道 四层却又恢复了之前冷淡的样子 一本正经地说 灰太郎多可爱 可别侮辱了灰太郎 哈哈哈是 我笑得更大声了 一转头 却发现徐止心在小声抽气 被吓到了吗 我抽了张纸巾 帮他擦擦眼泪 轻柔地抚摸着他的头 别怕 你这样拒着他是对的 你不愿意的事情 谁都不能强迫你做 就要这样大胆地说出来 以后我保护你 让他不敢再欺负你 谢 谢谢你 徐止心感动地抽烟着 又抬头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但是我是直的 画壁四层一脸震惊地望向我 甚至他眼神中的理解与支持 和先前的徐止心一模一样 只是没有那么羞涩 我 看来徐止心还是没懂我的意思 好 都怪我妈 说了什么乱七八糟 惹人狭想的话 我闪电般收回放在徐止心头上的手 在四层的蜜只眼神中慌乱道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 四层的眼神却更加意味深长 一副你不用解释 我都懂 我支持你的表情 不是老铁我知道你支持的心是好的 但你先别支持 我深吸一口气 在徐止心的预言幼稚 和四层的只幼预言中 一本正经的解释 我是侄女 但他们还是一脸蜜只表情 甚至里面又多了一份深信不疑 有一瞬间我是想妥协的 我想说 是的没错 我们女同事这样的 但我真的铁直 最后是我细数了幼儿园家小学 一共爱上了56个小男孩 他们才相信 他母亲的 累死我了 以后一定要让我妈不要乱说话 我躺在床上愤愤地想 之后我托我哥查了一下胡锡悦的家庭背景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爸两年前做生意意外发财 挣了不少钱 甚至成了那个小县城里的首富 可以说是典型的爆发户 这一点也可以从胡锡悦全身上下 都是大牌logo 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他有钱中看出来 而胡锡悦也从家中毒女 进一步进化为父母的掌上灵珠 在那个小县城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本就恶劣的性格 在金钱的进一步浇灌下 更加无法无填 无中无人 突起来的暴富 更是让他以所谓的上等人自称 霸凌欺辱同学都是机操 尤其对家境贫困的同学 更是肆无忌惮 因为那是他口中所谓的下等人 高三那年甚至把一个成绩优异 但家境贫寒的女生打成残疾 最后还是他爸出面用钱摆平了 至于他那么烂的成绩 是如何进入这所学校的 答案当然是他爸花重金 给他通过特殊渠道 弄一个名额 原来这就是你这么有底气的来源 就是不知道能嚣张多久了 我关掉手机冷笑道 胡锡悦自那之后就搬出宿舍住了 每天身边都前后后拥着一大堆人 平常见到我们总是 一样怪气地嘲讽两句 今天也不例外 这次竟然追到了我们平常自习的教室 哟 我们的两个学霸又学习回来了 可真勤奋呢 不过呢 下等人就是下等人 就算勤奋到死 也只是给我们舔鞋的命 胡锡悦坐在一堆女生中间 轻轻吹地吹自己星座的梅甲 然后抬起手满意地欣赏着 面上满是毫不掩饰的恶意 期待 期待 她在期待什么 我脸下眼眸思考着 像往常一样 你都没理他们一下 镜子从旁边走过 而我后面的徐志欣 却是被胡锡悦的一个跟班 抓住了手腕用力一扯 徐志欣被扯离的猎切 扶着桌子亮相地站稳 你干什么 徐志欣怒声道 喂 我说大学霸 你是不是穷得连学费都交不起啊 做兼职一定很累吧 你什么意思啊 我走上前 站在徐志欣身侧冷声道 徐志欣确实家庭条件不太好 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都是他用助学贷款 和当暑假公正的钱凑的 所以他学习也非常刻苦努力 想通过拿奖学金 来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别这么生气嘛 大学霸 我是想帮他来着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他舔一口我的鞋 我就给他十万块 怎么样 不止学费 连生活费都不用愁了 是不是 我这么善良的人 你可上哪找去 哈哈哈哈 胡锡悦指着自己一脸真诚 然后又忍不住肆无忌惮的大笑 像是被自己的说辞逗乐了 教室里其他自习的人 一看气氛不对 纷纷起身离开 你 徐止心气得眼眶发红 想绕开他们过去 却被一个女生伸手拦住 我扫了一眼教室里剩余的人 加上胡锡悦一共五个 看来胡锡悦一直记着 那天在宿舍我们的人多是重 这次不仅找到我们自习的教室 还带了这么多人 明显是有备而来 天啊 装什么假清高 你不是很缺钱吗穷逼 快点啊 胡锡悦的几个跟班 忍不住上手推散徐止心 而他却得意又挑衅地盯着我 果然 这次是冲着我来的 徐止心只是个油透 是还要玩高中时校园霸凌那一套吗 我面无表情地回望 好啊 我陪你玩 看谁能玩得过谁 拦住跟班再次伸向徐止心的手 我上前一步站在把他挡在身后 然后 看着胡锡悦满是恶意的眼睛 灿然一笑 我来帮他舔 怎么样 胡锡悦一顿 眼里的性味更浓 好啊 随即又转头大声鼓掌 对着那些人唏嘘道 真是感人的友情啊 让人不得不感叹一句 一声姐妹大过天 是不是啊 是啊 真是感人 他的跟班们都笑着附和 面上却全是讽刺与鄙夷 我面色不变 仍旧微笑着说 那你把脚伸出来 十一 别 徐止心慌忙拉住我的手 我轻轻扯开他的手 给了他一个别担心的眼神 然后一步步向胡锡悦走去 见我真的过来 他脸上的表情更加亲密 也更加兴奋 抱着手臂 把翘着的二郎腿往前伸了一截 他今天穿的是 迪奥的波森第一家纸凉鞋 只有脚腕和脚背 附着两根袋子 大半皮肤都露在外面 脚上的指甲油红的刺眼 说是舔鞋 其实是想让我们给他舔脚吧 我冷笑一声 面上仍是不动声色往前走 走到身处的那只脚前站定 拧着胡锡悦和他的跟班们 比右期待的表情 以及身后虚致心的交集自责 我缓缓弯下腰 然后狠狠一脚踩在了 那只爱眼的指甲上 啊 如愿听到胡锡悦的痛呼 我笑了 接着更加使劲地碾了碾 胡锡悦尖叫的声音越发尖利 使劲往回抽自己的脚 却怎么也抽不出来 笑话 我只踩着那根脚趾下很近 他要是能抽出来才怪 你们都是死的吗 看着我被这个贱人踩 胡锡悦痛得站不起来 伸手抓向我被我躲开 于是怒吼着 瞪向一众跟班 那几个女生猛然一惊 慌忙冲向我 我立即撤脚 闪身避开他们抓来的手 徐志兴赶忙上前 把我挡在身后 胡锡悦抱着背踩的那只脚单腿 在地上跳来跳去 怎么看怎么滑稽 看着胡锡悦痛得直抽气的样子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声音甚至比胡锡悦刚才的笑声还要大 怎么样啊 上等人 我给您舔的鞋 您还满意吗 胡锡悦立马转头愤怒地瞪着我 胸向毙露 给我抓住他狠狠地打 出了事 我单掌 话音刚落 那群女生就又向我冲来 蠢货 我冷吃一声 这里可是教室 监控就明晃晃地挂在上面 他竟然还敢明目张胆地叫人打人 还当这里是他那个呼风唤雨 什么都能拿钱摆平的小县城吗 只是这回要让你失望了 因为被摆平的人要变成你了 我兴奋地撇开嘴角 学过的防身术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抓住徐志兴的肩膀 把他推了出去 我转身一拳砸在了 想要抓我头发的黄毛脸上 接着上前一步一脚 踹在了一个女生肚子上 又立马扯住 左边冲上来的女生的脑袋 狠狠往墙上撞 啊 这几人发出的惨叫声 吓得剩下了一个女生 两股战战 尖叫一声 就想独门而出 我一把扯住她的头发 把她拽回来 抬手就是一耳光 她被扇倒在地 只捂着脸一个劲地说 我错了饶了我把 此时胡锡月的跟班 都身影地躺了一地 只剩她一个人抱着腿孤独地立着 吐吃 我又被她的姿势逗笑了 在她惊恐的眼神中 一步步走向她 不是要狠狠地打我吗 上等人 怎么不打了 我戏屑地看着她 然后猛地扬起手 别打我 胡锡月闭着眼睛 飞速举起手抱着头 切 耸包 我嘲讽地勾起嘴角 慢悠悠地放下了手 走吧 芷欣 回宿舍 我拉过呆立在原地的徐芷欣 走出了教室 留下摔了一地的人和被撞的 东倒西歪的桌子 徐芷欣被我拉着走了半天 像在回过神来一样 难难道 我的老天爷 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得意地竖起一根指头 在她面前 姐也想低调 但 先撩着剑 是 徐芷欣气愤地扬起眉毛 又抱着我的胳膊感动地说 今天真的谢谢你 十一 我宣布你就是我唯一的姐 姐 以后有什么事都请吩咐小弟 我假装低调的白白手 嗨 举手之劳 试了服衣去 深藏公语名 这就是我低调的夜十一 回到宿舍后 四层问我们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 于是徐芷欣就把刚才的事 完整地讲了一遍 思曾听爸眉头一皱 他恐怕是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我也觉得是这样 不过兵来降党 水来土掩 我夜十一不惹事 但也从来不怕是 那天之后不久 胡锡悦竟然搬回到了宿舍 他看我们的眼神中 多了几根鸡蛋 态度比之前可以称得上是友好 但仍暗含轻蔑 只是没有之前那么明明张胆 只不过我们三个人 都当他不存在 依旧各干个了 那天的时候闹出了很大动静 甚至上学校表白强 虽然我把他们打的妈都不认 但结果却只有胡锡悦 和那群跟班记了 聚众斗欧的大果 因为这所大学的校长继续群 是我爸的职交劳友 而我爸则是学校占股最大的效果 记书书看完监控后 二话不说直接给了他们处分 然后又欣慰地看向我说 一一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啊 我谦虚地摆摆手 嗨 一般一般吧 要谦虚 因为我是低调的夜十一 有天下午 宿舍里只有我和胡锡悦两人 徐志欣去做兼职了 私曾去了图书馆 正当我喝着奶茶玩手机时 胡锡悦突然走到了我旁边站着 像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我狐一地转过头看着他 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说的 他看了我一秒 接着脸上露出了歉就悔恨的表情 夜十一 我郑重地向你道歉 我为我之前的所作所为 感到抱歉 感到羞耻 然后又急忙抓住我的手 望着我的眼神 真挚又自责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深切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需要能得到你的原谅 我盯着被他紧紧握住的手 认真看了两秒 然后抬起头嫣然一笑 反握住他的手温柔道 没事的 只要你愿意和大家和平相处 之前的一切 咱们就当没发生过 好吗 胡锡悦呆呆地看着我的脸 半天才难难道好 好 之后又恢复成那副内疚自责的表情 握着我的手不断地说对不起 我耐心地表示谅解 却没有错过他眼底那一闪而过的 极恨 对 就是极恨 在看到我笑的那瞬间 而我面色未变 人温柔地笑着 与他冰释前嫌 不过心底却猜想着 这回他又会憋出什么坏癖 晚上四层和徐志欣回来之后 他更是进行了一番声泪俱下的道歉 与自我批评 成功得到了他们的谅解 第二天去上课的路上 徐志欣问我们 你们真的原谅他了吗 我怎么感觉他并不是吃错就改的那种人呢 自信点 把感觉去掉 他就是不会改 以他那种性格能低头才怪 现在的退让可能是为了后面的大招 而且肯定是有人教他这样做的 自信点点头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变色沉浸到 就看他的尾巴什么时候露出来了 自那之后 宿舍里的氛围明显和谐了许多 胡锡悦甚至还会主动给徐志欣帮忙 有什么吃的都会分给我们 我们也都笑着应下 下一次也分给他 四个人一派其乐融融 经过这件事后 我觉得还是得适度的高调点 因为总是有像胡锡悦这样 狗眼看人低的人 令人烦不胜烦 所以这次周末回来时 我特地带了一些 能看得出牌子的衣物和首饰 回到宿舍时 胡锡悦一脸暧昧地看着我 你男朋友对你很好吗 这么贵的手链都给你买 开了车是卖巴赫吗 得到我的肯定后又夸张低探口气 真羡慕啊 果然男人还是要找老的呀 年龄大就是会腾认 我猜他一定是在校门口 看到了我家司机大叔帮我提东西 然后认为我帮了大款吧 我无奈地微笑解释 那是我家司机不是我男朋友 但胡锡悦摆出一副明显不幸的表情 又笑着打趣道 别害羞嘛 有这样的男朋友 也相当于找了另一个爸爸 你私底下不会叫他单爹吧 他像是猜中了我的心思一样 惊讶地捂住嘴 只是那惊讶中 明显掺杂着故意为之的挑衅与恶意 对于这种恶臭思想 我下意识捏紧了拳头 揍着没正准备激情开脉 却突然发现了 胡锡悦眼底藏不住的那抹垂涎 司机词 我脸下了心中的愤怒 对着他恶意的言语坦然道 信不信有你 那天后我故意叫司机 每周末都送我到学校 并帮我领很多东西 果不其然 胡锡悦每次都准时待在宿舍 看我今天又带来了什么奢侈品 然后酸溜溜的阴阳几句 你明可真好 遇到这么一个爱你的男朋友 这么多东西一定很贵吧 贵 当然贵 因为我从家里带来的 全是名贵珠宝 有几件还是我妈去参加 高定珠宝晚宴的时候带回来的 每一件上面都暗刻着我名字的缩写 SY 所以对于这些珠宝 你胡锡悦的家庭条件 还是负担不起的 而我每次都只是 但笑着不可置否 然后把他们随意地 放进同一个柜子里 有些甚至连包装都没打开 余光贴见胡锡悦望向这边 那如狼似虎的眼神 我冷冷地笑了 忍不住了吗 终于要露出狐狸尾巴了吗 徐志欣偷偷瞪了一眼胡锡悦 恨铁不成钢地问我 你怎么不骂回去啊 十一 那明明是你家了吧 你怎么突然这么包子 把东西都塞进柜子后 我收回手转头看向他 语气悠悠道 放心吧 我可从来不是什么包子 思曾却了然地看着我 像是明白我要做什么了一样 我从他点了一下头 眼底是无声的笑意 以及对那天到来的期待 这周五胡锡悦说 星期天他要过生日 请全班人去玉堂春夜过生日宴 玉堂春夜是云城最顶级的酒店 酒店中包含餐厅 人均消费4000家 话必全班轰动 胡锡悦在一片恭维宇祝贺中 笑得得意洋洋 回到宿舍 他一直大声打电话 商量着订包箱的事 然后又握着我的手热情道 十一 你一定要来啊 你现在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受宠若惊的点点头 好 我一定会去的 可能是时间到了 他眼里的算计怎么藏都藏不住 像是阴冷的毒蛇一样 紧紧地盯着我 而我面色不变 开心地与他上演着姐妹情深 我那个柜子 很快便被各种礼盒塞得满满当当 但是我只要放进去 就也在没管过 周六下午 宿舍里只有我和胡锡悦两人 我故意跟我妈打电话撒娇 哎 你下次别多买这么多首饰了 柜子里都放不下了 而且在学校里带这些 也太张扬了 我妈不明所以 那好吧 下次去晚宴不给你带了 挂断电话后 我就出门去和朋友吃饭了 临走前故意没有锁门 像是完全无所谓一样 关门的那瞬间 我看见胡锡悦 顿时两眼放光 一脸兴奋 我轻轻挑眉 魔光微冷 呵呵 鱼儿要咬勾了 晚上我最后一个回来 推门进去时 胡锡悦正在给四层和徐指新分灵时 见我进来他浑身一僵 又迅速恢复如常 笑着过来给我递出片 我接过礼貌道谢 又打开柜子 把今天新带来的礼盒放了进去 感受到身后人的视线凝在我身上 我快速扫了一眼 被放的乱七八糟的礼盒 都无其事地关上柜门 转身的瞬间 明显看到胡锡悦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然后立马对我扯出一个笑容 我也对他笑了一下 然后爬上床玩手机 刚刚扫了一眼我就知道 有三件珠宝消失了 这个宠货还挺有眼光 偷了三件都是高顶 一件泛克亚宝的项链 一颗克什米尔蓝宝石戒指 还有一顶上美巴黎的皇冠 总价值加起来超过千万 并且都是包装都未打开的 他不会以为我没打开包装 就不知道里面的珠宝是什么样子的吧 真是够愚蠢 也够贪婪 我勾起嘴角 眼底的笑意缓缓样开 果然如我所料 胡锡月带着那顶上美巴黎皇冠 在生日宴上大出风头 有些懂行的 更是把马屁派到了天上 胡锡月眼里承拔了惊傲与得意 但仍故作谦虚的眼诚笑道 也没有啦 不过是我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 这样的礼物我一年能收好几回 也算见过不怪吧 此话一出 更是惹来了新一轮的派马屁 一片宫卫声中 胡锡月却四笑非笑地盯着我 一有所指的说 这老话说得对 什么马就得配什么鞍 在高级的珠宝 那里恶臭的灵魂 而这份光鲜是怎么得来的 想必他们心如明镜 最后还是要感叹一句 月月你今天真漂亮 祝你生日快乐 胡锡月脸色微变 又笑着道谢 最后他换到我旁边坐着 举起酒杯真诚道 十一 我再一次向你郑重地道歉 希望我们都能忘记过去的那段不友好 以后好好相处好吗 我看着他的眼睛都快忍不住笑了 这人怎么这么能演 刚刚还还杀射影骂我 现在又楚楚可怜的道歉 真是比垃圾袋还能撞 刚好我也喜欢标系 真是棋逢对手了 我立马端起酒杯碰了一下 什么都别说了月月 咱们不是早都和好了吗 你不还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然后仰头一饮而尽 他顿了一下又笑着说 是的 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接着也举起酒杯缓缓喝完 之后他就一杯接一杯地灌我酒 十一 我真的很开心 恨你做朋友 我敬你 我也来这不拒 喝了八酒杯后 我假装不胜酒力地栽倒桌子上 胡锡月见此 立马叫人送我到上面酒店 他订好的房间去休息 身衣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 徐止心想站起来陪我同去 但被四层拉住了 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我跟一摊烂宁一样 被两个侍者带进了一所房间 放到了床上 然后他们就退了出去 听到房门关上的瞬间 我就睁开了眼睛 眼底一片清明 没有丝毫醉色 看到桌子上摆的那堆不可描述的东西时 我含声道 还真是诱蠢诱毒 支牙听到开门声 我转头看到门口站立一个猥琐的罪汉 见到我便亮亮呛呛的向这边扑来 我闪身躲开 然后狠狠一脚踢向他的裆部 啊 他痛叫一声 跌倒在地蜷缩着捂住自己的下身 我又抓住他的头发 狠狠往墙上撞了树下 终于在第五下的时候 他坚持不住晕了过去 我松开手 把他甩掉一边 要是以往遇到这种渣歹 我可能还会慢慢叫去一顿 但今天实在生气 所以下手讲究一个快准狠 处理完后 我走出房门 静止去找了酒店总经理 大小街 您今天怎么过来了 经理惊讶地迎上来 有聚会 给我把9022那间房封起来 里面的人看住 别让跑了 我单单说完 拿起手机给司机打电话 让他来接我 是 他立马带人上去了 我转身向门口走去 坐上车直奔到家 回到家 我换了一套 AliceUp高定蓝色小礼裙 让司机从车库里 排出了一辆西尔贝 估算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让司机出发去玉堂春夜 到的时间刚刚好 胡锡悦正春风满面地 被一群人簇拥着 从酒店大堂出来 纯黑色的超跑 流入黑暗中屠服的巨兽 轰鸣着从远处奔驰而来 稳稳地停在了一众人面前 在一片惊叹艳线的眼神中 车门缓缓升起 我踩着8厘米的高跟鞋 从车上下来 深蓝色的丝绸里裙 在璀璨的华灯照耀下 流淌出一片波光灵敏 一时间空气都静止了 只有我的高跟鞋 踩在地上发出了哒哒声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还是胡锡悦最先反应过来 这回他连装都不装了 一脸嘲讽地看着我 这次又是上谁的床啊 看样子这回抱得大的呀 怎么样 刚才我给你找的人 你还满意吗 飞上之头 变凤凰的梦想实现了你开心吗 这不就是你们这种吓的人最想要 啪 我面无表情地走到他跟前 抬手就是狠狠一耳光 打得胡锡悦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 被后面的人勉强扶住 你敢打我 胡锡悦站稳后 立即扬起手愤怒地向我冲来 我抬起脚用尖尖的鞋头 往他膝盖重重一踢 他立马痛得跪倒在地下 捂住膝盖直抽气 大小间 酒店经理听见外面的动静 带着一种保镖赶了出来 看见我没受伤 立马松了口气 但保镖把我们这圈围了起来 周围人听见经理 叫我大小姐 全都不可思议地看向我 胡锡悦更是一脸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别装了你 在胡锡悦惊恐的眼神中 我一把掐住了他的下巴 强迫他转头看酒店上方 玉堂春夜那几个流光溢彩的大字 玉堂春夜 夜 他恍然大悟地看向我 眼里是掩饰不住的害怕 我松开手 慢悠悠地用一根手指 挑起他的下巴 只是他慌万个眼睛 怎么 既然你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那么来这里上学的时候 都没打听清楚 这云城里最上等的人是谁吗 你 夜 你是夜明远的女儿 夜明远 我爸爸 也是这云城的首富 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人物 我微笑着点点头 现在才知道 晚了 身后警笔声响起 两个警察穿过人群 对胡锡悦展示了一下证件 接着把他考了起来 胡锡悦小姐 你涉嫌强奸犯罪及盗窃罪 请立马跟我们到警局 什么盗窃罪 我没有犯盗窃罪 胡锡悦立马挣扎着大吼 哦 没有 那你头上的皇冠是谁的 我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的眼睛 他动作一致 语气僵硬道 当然是我妈送我的 你妈送你的 为什么上面刻着我的名字 我一把把皇冠 从他头上拿下来 展示给众人看 那侧赫然刻着我名字的缩写 SY 胡锡悦彻底慌了 冲过来抓着我的手 哭得语无伦次 十一 十一我错了 求你原谅我吧 我只是一时 被那些手势冲锋的头 我不是有意的 求你原谅我 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 他急切的脸 然后一根一根掰开了他的手指 这些话 留着到警局去跟警察说吧 我不想听 他又一下子激动起来 都是你 你故意的是不是 故意不锁门 故意让我看到 我痴笑一声 是 怪我 不怪你的愚蠢 不怪你的贪婪 别忘了 你还有另一项罪名吗 刚刚你可是自己说出来的哟 给我找的人 看着他逐渐面如死灰的表情 我满意的笑了 之后胡锡悦便被带上了警车 剩下看热闹的人 也就都各自散了 徐志欣上来拉着我的手生气的说 你吓死我了 我都快担心死你了 我打人 你不是见过吗 别生气了 我一点事都没没有 我晃晃拉着的手 猪宝也在宿舍被搜了出来 因为涉及猪宝总值超过千万 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胡锡悦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再加上胁迫他人强奸罪 一共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但是因为我把他高中科的恶事 全部发了出来 包括故意伤害罪等 数罪并罚 胡锡悦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罚款5000万 他的父母为他的罚款掏空了家底 公司也因为产品问题 和偷税漏税被依法查处 胡锡悦 你也终于尝到那些被你轻视 被你践踏 被你霸凌的人的滋味了吧 想在大学继续当你的上等人 可惜 踢到了我这块铁板呢 胡锡悦东西都被搬出去的那天 我们三个在宿舍偷偷吃小火锅 借此庆祝惹人险的消失 香气缭绕间 我们举起酒杯 敬我们崭新的大学生活 夜十一 徐止心 思诚 祝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干杯 宝子们 全问完了 喜欢的宝子们 关注走一走